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马列文作为出版界的大佬身边从来不缺少美女的陪伴 王一如和林婉柔就是如此 年轻其盛的马列文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征服了漂亮的王一如 可是久而久之他根本就回应不了王一如的爱 婚后的寂寞更是逼得王一如出轨 到最后却把自己给整疯了 王一如在疗养院经常犯病 简单义无反顾开始照顾他防止再次失控 没想到王一如对他产生了依赖 两人意外成了好朋友 然而自己的丈夫却爱上了自己最好的闺蜜 简直太讽刺了 碍于王一如的病情 马列文根本不敢跟他摊牌 简单成了他的地下情人 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两人偷偷交往还是被穆家发现了 好不容易缓和的妇女关系再次出现了破裂 面对简单 穆家不希望他破坏自己的家庭 但对他又恨不起来 毕竟是简单 一直以来代替王一如陪自己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不仅重新站起来还如愿重返滑雪场 王一如虽然是自己的生物 却从来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这让穆家的心里很矛盾 直到王一如再次犯病 差点把整个家都烧光了 马列文不顾岳父的反对坚持送他出国治疗 回国后的王一如病情渐渐好转 但女人的第六感告诉他 马列文在外面有情人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宛柔 更可笑的是还带着简单一起到公司去捉奸 这一次林宛柔可真的是被冤枉的 简单不忍心再瞒着他 终于向他坦白了一切真相 王一如不敢相信自己最好的朋友和最爱的人 竟然会同时背叛自己 受不了打击的他开始疯狂报复 本以为害得马列文破产的人会是林宛柔 没想到最恨他的人竟然是王一如 到了这时候王一如的病可以说已经痊愈了 否则他也没有如此心机 马列文对他也不再愧疚 两人算是扯平了 在大结局中 马列文和简单两人成功举行了婚礼 穆佳也总算接受了简单 主动开口叫妈妈 俨然一家三口的模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热剧情点击关注